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友也问到这个问题 也刚好我们之前讲的这个跟抽象有关 就是抽象画或者在画画来说抽象主义有基本功吗 有 答了这样回答还是有疑问 抽象画有基本功吗 如果你这样问我就说有 但是我还要提醒大家 第一 不存在一个浓桶的抽象画 只存在各种各样的具体的抽象画的风格 但甚至是各种各样的具体的抽象画家 那么第二个呢 我要提出一个看法 就是当我们讨论艺术的时候 可能我们要在相当程度上 要把艺术也还原为一种知识 对 什么意思呢 所谓艺术是知识的时候 就是说当我们讨论一个现象 比如说抽象画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先具备一点 关于抽象艺术发展的知识 这个跟你是不是艺术战没关系 对 跟你是不是基本功有什么关系 我们要还原 对 比如说抗定世纪是抗定世纪 没有哪个人是没有哪个人 杜斯坊是杜斯坊 女罗是女罗 塔皮埃斯是塔皮埃斯 波罗克是罗 对 我插一句 这个杨老师讲的非常重要 因为我觉得 也不是我觉得 其实大部分的普通人都会这样子 他用一个很表面的现象去看 就是看得到有形的可能就是具象的 看不到没有形的可能就是抽象 他只是用一个很浓浓的这样的分法去分 然后只是看 就画好看不好看 不过你说这个现象倒是很日常的 这个其实包括我们在内 甚至包括我在内有时候都免不了问题 是这样的 就是一般情况下 一般的人 对于他一个所不太熟悉的对象 或者一个广泛的一个现象 当他们尝试去思考的时候 他们会很非常轻率地使用一些公共的意思 而其实你们发现 如果要想使我们的讨论有效 或者说使讨论变得可以理解 随着我们讨论的深入 我们就可能要越来越定义这个所谓的公共 对对对对 或者说我们越来越不用一个过于宽泛的公共名词 来讨讨论我们所制定的对象 但是我为什么说正常呢 一般情况下我们不是正常 比如说刚刚讲到 一般的人这不是刚才的办法 心理学家已经多次研究证明了一个这样的现象 对于绝大多数不懂绘画的人来讲 他们对于画的判断其实是相格的 第二由于每一代人的成长 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一定有一个你的背景 或者说当你睁开眼睛 或者当你开始读书的时候 一定会对某一类视觉产品熟悉 对不对 对对对 那么这个你在你青春期 学习期 知识累积的时候 这种自觉或者不自觉所接触到的这个视觉产品 就构成你的视觉审美的背景 它会影响你 特别你不是搞这个行当的时候 它会深深的影响你 以至于在你成年以后 你不断的 是你一辈子 在用这个受影响的视觉背景 去判断理所不理解的对象 而你把这个判断 常常变成这样一个提法 我最怕别人问我这样的一个提法 杨老师请告诉我 它美在哪里 杨老师我都觉得不好看的 怎么理所好看的 这个好难一看的我 怎么理所好看的 这些问题都不能回答 就是因为我刚说的情形 那么即使从事专业 也会无法逃避我们所说的 这个现象的约制 对对对对 为什么呢 是因为所有搞专业的人 也不可能把所有专业搞通 他都只熟悉某一类专业 对好像我就是一直对于 德库林就很不接应 对一定是 你熟悉某一类专业以后 那么其实你对这个专业的判断 也已经受到这个理所熟悉的这个背景的深刻的影响 就像我的一些同学在北美他们画 商业画的画得很成功 画得很好 他们也去博物馆 不过他们到博物馆整天跟我讨论的问题是 哎呀那个傻心跳的又要画得太好了 太精彩了 我从来没有听他们跟我讲过 不过博物馆有讲过德库林 如果讲的话 神经病有乱化一通 不痛 一点没有意思 你发现没有 这些我的朋友他们也没错 他们去博物馆寻找的是他们要学习的对象 当他们学习古典的写诗油画的时候 他们当然看到的是撒金特 当然看到的是粗鲁 当然看到的是热楼母 他们怎么会看修拉呢 他怎么会看德库林呢 不可能 同样一个已经习惯了德库林的话 他怎么可能有耐心看不破背 就像我带我儿子去博物馆看了很多次以后 有一天我儿子忽然跟我说 这个摩登你看太精彩了 我说为什么 我看出数学来 结果怎么样 结果以后我一跟他去博物馆 那些古典又画到一扫而过 说好无聊 我们你看 马丁维奇自己拿个相机造像 也开始讲究 几何分割法和黄金分割率 对镜头里面的画的构成问题 对 所以说明什么 其实我们在讨论 这个所谓基本功能的时候 我们现在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是被影响的 任何人都不可能逃脱他的一个背景 那么 对这个现象的克服 就是要把你的对象 更多的还原为知识对象和体系 先不要考虑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我很喜欢撒金特 所以我就会不理德库林 但是要我说 撒金特很精彩 德库林很伟大 其实某种意义上他们不可比 我们了解一下撒金特 我们也了解他德库林 因为我在做艺术师 某种意义上不能用一种狭狭的趣味在勾引 然后我们在里面再寻找一个关系 我们要欣赏黄明红 我们要欣赏玉米 对不对 这说明什么 说明其实艺术所谓性能是什么 一般泛泛而谈没问题 但是问题问下去 往具体走的时候 我们的回答是随着你的提问 具体化而变成具体化 把它变成一个知识 我们不能回答抽象化的基础是什么 基本功是什么 我们只能回答 康列斯基什么样的思维的条件下 导致他的错 某种领安为什么走向数学 马列维奇背后的东正教的信仰 其实怎么做 波罗科为什么看到伊利安人的沙蒂舞蹈 他就想起他的错 为什么你不能做他不能做 为什么德库林神经兮兮 要在画面上自解人体 对不对 当年把这个理由解释清楚了 也就是说这个对象在你面前清晰化 你就会开始知道什么叫基本功 某种意义上 我们又回到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 其实 基本功 应该说 它是一种动力 还是回到我们直接说过一遍 这个要发动点 意思叫做天生的 就是说 当你具备了一种动力的时候 你觉得非要如此不可的时候 你又不可依次地这样做的时候 这种动力就是一个基本功 可能你对一个景色发生不严 可能你对一个画法发生不严 甚至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就是一个发现真理的人 因为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想过 你现在急于要把这个 别人没想过的东西要把它变成事实 变成作品 还要希望别人承认 还要说说别人 所以 热爱艺术 欣赏艺术 提高修养 具备一种创造的动力 真的不是勉强 让我不得不走上这样一条道路 这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另外一回事 就不客气 因为我不能给点动力 我们只能互相启发 那么如何才能启发呢 痰痪中启发 一个热爱艺术的人 他可能开始的时候茫然 他只是任何普通的艺术 但是慢慢会聚焦 所以最好的艺术教育严格来讲 就是我们不能讨论各种各样的具体的作品 艺术家具体的作品 讨论各种各样的奇特的结果 讨论各种各样的 很奇怪的历史事实 这种历史事实造成一个结果 那么你就 慢慢你就会知道什么叫结果 什么叫你该做的事情 当你有了这个想法 你最后总终会有道理 然后为了使这个想法给它充分 你得了解与这个想法有关的背景 你就要掌握相关的知识 不过我这样讲也应该受到很多 因为也有这样的艺术教 我们把它叫素人艺术教 毫无背景 拿起笔来画画 有心中有梦幻 梦里面有形象 画出来让我大吃一惊 太奇怪了这个人 怎么这么精彩呢 比如说卢梭 原始组织 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存在 对 这个我们之前有专门的议题 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的确 的确 虽然说这个几率少 但不代表它不存在 而且就是 也有就相当成名的这些大事 我想这个关于基本功的问题 这个回答应该是相对深入 OK